开车上路如何坐在车内准确判断车辆与前方行人的安全距离 尤其是在经过人多的菜市场 我们需要坐在车内对咱们的车机有个准确的判断 不然开车上路非常的危险 首先前方有行人时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的引擎盖盖住前方行人脚底部的时候我们停车 此时我们的车头借前方行人还有三里 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往左打方向板还是往右打方向板都不会撞到行人 那么我们继续把车辆往前开 当我们盖住前方行人膝盖或者膝关节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停 此时我们车辆距离前方行人至少还有一米五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往左打满方向板还是往右打满方向板 我们的车头脚也不会刮蹭到前方的行人 第三我们把车辆继续往前开 当我们的引擎盖盖坐前方行人跨步以下的位置 也就是屁股以下 这个时候我们停 此时我们的车头借前方行人只有三十厘米左右 第四行人出现在我们车辆左侧时 只要行人出现在我们的A柱架角以外 那么我们按前通过 我们都不会和咱们的行人发生寡飞 那么我们开车一到行人出现在我们右侧时 只要行人出现在我们的引擎机节点以外 那么我们把车顺直往前开 我们的车辆也不会和行人发生寡飞 第六到车时后方有人 那么我们只要顶住我们的后视镜 当我们看不到后方行人的脚以后 我们停车 此时我们的车距离后方行人至少还有五十厘米 非常的安全 那如果前方有车时我们如何判断车距呢 我们把车辆往前开 引擎盖盖住前方车轮阻塑的时候 这个是跟车距离 此时下我们的车辆距离前方至少还有三米 那么继续把车往前开 盖住保险杠下延的时候有问题 此时下我们的车辆和前方车辆至少还有一米五 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往左打满方向盘 还是往右打满方向盘 使出我们的车头脚都不会刮身到前方车辆 那么我们继续把车辆往前开 到我们的车盖住前方车辆完整 车牌或者是保险杖以后 我们停 此时下我们车辆距离前方车辆还有五十厘米